開播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呢 今天呢 響應聽眾之前的要求 有歐洲杯 沒理由沒有美洲杯 真的整個美洲杯回股 當然要 監製也弄了一張很正面的Cover Pick 很緊密 我原先想他選一張美斯哭的 拿來做大頭 我原先以為他選一張安素霍蘭力斯做大頭 安素那件事就 敏感 沒問題的 安素那件事都可以夠開一節 分分鐘那節你敢開的話 收視更爆燈 沒有的 我覺得 今天不開始安素這個話題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 這件事不能太討論 不能太討論的位置在哪裏呢 有些人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小事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小事的話 那就有另一邊的人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大事 大家都沒有一個所謂的 沒有一個共同地 沒有一個共同地 那你有什麼好討論呢 對不對 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 根本上已經不同 有些人覺得很小事而已 就是 麥巴比 麥巴比是個機佬 因為他和變性人一起睡覺 那整群人都是差不多這樣的貨色 都不知道這群人是非洲還是法國人 不是的 一說非洲 有些人視為很大件事 就像我那些 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是小事的 那我相信 所有在聽這個節目的聽眾 都知道 以前 中國 香港 代表隊 出去踢球的時候 都有人拿一個 港隊有球員的膚色 是不同的 拿這件事來開玩笑 我經常都強調 你足球世界 普通語言是什麼呢 就是 diversity 我們 要 去追求 足球競技 同時我們 不需要去排斥 那對球的成分 是什麼 我們不需要去 集中去討論這件事 多樣性 是的 diversity很重要的 都二十一世紀 大哥 不要那麼老套 是不是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 無論你說 在亞洲 在美洲 在歐洲 都應該 大家都應該放諸 世界皆準 我不管你的立場 我不管你 你想分自己是左還是右 什麼都好 這件事應該是一個 大家認可的價值 不過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賽後 也跟 其實你說 美洲杯回顧 是不是很大關係 加上 我相信 接下來 Benson 做Blue Flag 的時候 他未必想說這件事 未必想說 或者群組裡面 應該都會 已經掀起了不少的討論 我想 他未必想說這件事 因為 真的很律實感 真的很折磨 就是 大家是想著很認認真真地去說回 就是 車路士怎麼貴前備戰 大家都是想認真討論一下 on the pitch的東西 是 但最後你會發現到 全部東西都是被 場外的東西 蓋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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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了 就是這樣了 就是 唉 是幾 是幾 沒趣的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球迷的話 那我只會說 當時 唉 看看自己大不大命 以求多福 因為 老實說 他是一個公眾人物 他說的每一份的說話 都很有分量 就是 不同普通人 是 很多球迷很有wishful thinking 覺得 這些是很小事 關閉訪門 大家拆掉它 就算了 那件事 不是你們想到這麼簡單 絕對不是 那不就不會說 有公眾人物 以普通人區分 所以 不討論這一筆 其實美洲杯 很多場外的東西 都值得說 這個已經佔了一節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看 阿根廷球迷和哥倫比亞球迷 唯有看一個決賽 是會爬進去的冷氣槽 又或者是 這個就是爬過那些鐵欄 進去 就是叫 突破排除萬欄 走進去 去看決賽 初時聽到 我都覺得 這幫人都挺熱血 南美的球迷應該是 是 但是 有一堆人買了票 他們在場外 他們進不了場 就是 大家亂想到兩件事的關係在哪 又或者 其實可能當你看到 我們今集 今集分三節 第一節 其實就是 回顧一些 今次美洲國家杯主辦的情況 可能會悶一點 不過我覺得 很多的議題 是很值得大家 繼續去發酵一下 其中一件事就是保安情況 因為兩年後 美加麥世界杯 其中一個主辦國家是美國 這次作為一個叫做世界杯前的預演 很多朋友都有興趣想知道到底 主辦方 在球場上面的配套 草地上面的質素 保安上面的要求 符不符合標準 或者能不能夠令人放心 又或者 另一些議題 就包括 因為今次是 美洲國家杯史上第二次 在美國舉行 第二次是16隊 的賽制的形式 和規模去進行 就引發到一些其他的 相關的課題就是 接下來 南美洲和北美洲 可不可以再在 一些比賽上面 會有共同主辦 或者 這兩個 足協 在共同主辦之下的角色 哪個是裝 哪個是限 哪個主導多些 或者哪個 是希望借助 某方面 主辦的優勢 而去從中取得 一些利益呢 我覺得 很多東西是可以值得探討一下 那今天就是我 阿維 阿Tommy 跟大家說美洲杯 就是我們分三節 第一次就是講一下場外的東西 然後另外兩節 說回ABC組 ABCD組 是不是 四組 那 是 說一下場外的東西 先說一下 Tommy 剛才吃飯的時候 就談開 或者在做節目之前 就談開 就說你的炮有空 有沒有一刻衝動想過 飛過去看美洲杯 那 不是 美洲杯 那一個月我又不得了 剛剛 才有空 但是 兩年後的世界杯 我真的想去看 是 你想飛去美加還是麥 我 我會 我會飛去加拿大看的 因為始終我 我在那裏 待了很多年 那我還有家人 那裏 有很多朋友 那樣東西 那我的成本都會低一點 那 但是 你說會不會再飛去美國看 到時看情況 因為賽程 各方面 都未出來 那盡可能都會飛去美國看的 但是 大家都知道 那 COPER AMERICA 都搞到 我用三個字形容 一窩足 那 我就真的有點猶豫了 去不去美國看 那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 美國其實都不是第一次 就是 申辦這些大型的賽事 都很有經驗 就是 每個不同的運動 他們主辦很多次都不同的經驗 足球 其實94年 94年其實 足球在美國來說 都算是 都是一個沙漠 就是沙漠的運動 他沙漠了很多年 是的 30年代其實 美國已經有足球 英式足球 美國都曾經 在英式足球來說 他的排名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低 那 但當然 運動本身 可不可以在美國 國內去興起 甚至乎 是要去到 可以跟其他 美國的運動 相提並論呢 那 大家看回歷史發展 是真的難的 那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之後有機會再討論呢 但是 你不是第一屆 是去舉辦大賽 是 94年世界杯已經搞過一次 是 之前的那些 譬如說 美洲杯 有沒有試過在美國搞 當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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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你想想 球場 逼著 逼著你呼不出氣 然後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一個跌了 然後骨牌效應 就人踩人 或者人踩人 這樣壓著 幸好 就開了一閘了 然後呢 其實開了一閘之後 你看到好像活死人空間一樣 嗯 大家在那裡瘋狂奔走 然後呢 就有些是 總之是四分 四分五列的 這樣不斷地在球場的範圍那裡 有些就 有些就像剛才第一張照片那樣 就上去那個 透過一些抽風系統呢 那就走進去 捐進去球場裡面 好了 那我剛才Tommy說的一件事呢 因為這次呢 形式上呢 其實就是comable 就是南美洲的祝協 就 嗯 跟這個 conquercaf 中北美洲的祝協 就合辦 那但是呢 在這個合辦的過程呢 其實對於兩方面呢 都各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那美洲呢 他們知道 喂 那本身這個州份只有十對球 所以他們想這個美洲國家盃 搞得再有競爭性多少少 或者就是在球場 他們知道美國 哇 有這個充足的經驗 又因為他們有這個 放在他們國家那裡搞 可以有那個商業價值 轉播收益 都會馬上提高了很多的level 這個是對他們來說很吸引 是 好了 反過來 中北美洲那邊呢 就是北美洲祝協那邊呢 又覺得 哇 很難得的喔 就是譬如 可能巴拿馬 牙馬加 講到哥斯達尼加 那這些球隊 其實你能夠跟其他 一些 就是南美洲那邊的強隊 去鬥一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北美洲的 州份都有美洲金杯 但是美洲金杯的 含金量和實力水平 怎麼可以跟美洲國家的杯相比呢 所以就混在一起呢 就令到 好像 巴拿馬 哥斯達尼加 這些球隊呢 有機會可以跟其他的強隊 困一下 聽起來都很好 但是你說困還困 我們現在只是說你 舉辦一個正常的大賽 裏面要有什麼配套呢 嗯 剛才呢 就說到 喂 今屆大賽有這些 這麼 令人驚訝的情況 就是 因為你 一來這個是人流的 管制 管制問題 二來就是 人流管制又會牽涉到保安 跟著又牽涉到呢 就是你 買票啊 那些 那樣的 安排 是不是 檢查票啊 那些安排 那 我看到 Brian Schoen呢 又加入了一句 其實都不要太過責怪 主辦方美國 嗯 因為球場裡面的保安和人手呢 都是 南美足協和中北美洲足協去負責的 阿維 就你所知 嗯 如果真的現在要開一個事後檢討大會 你覺得哪一方面的責任是最多呢 我又 我不知道 Brian 就是我不知道Brian 那個資料搜集在哪裏得回來 但是 據我在不同途徑搜集呢 一些新聞網站看回這些賽後的分析啊 或者報道呢 其實 一般都認為是南美洲今次 他們所負的責任 就是所負責去統籌這屆賽事的 不是說太多 就是 好像感覺上呢 就是今次在美國嘛 所以保安方面 其實反而是美國那邊做主導的 嗯 嗯 這個就真的看大家有沒有再多一點的規性 應該有一點點的 沒有理由南美洲的國家 派一些保安去 去 去 美國來做保安 應該是美國的主辦方做保安的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南美洲派人去 因為很多報道 很多報道呢 反而就說 南美洲祝協呢 就是說 哇 你才是搞 因為美洲那輩子是你的嘛 嗯 但是你好像 射掉了責任 給了 幫美洲那邊啊 統籌 比賽統籌上面 那麼你付出了些什麼呢 而你就在那裏助享其成 因為 南美洲可以透過今次 擺了在美國的這個賽事主辦 令到你經濟收益更加可觀 甚至乎 我接下來就引用這個 美國的共和黨人 兼這個足球名宿 拉拿斯的說法 他說 Not a good look for the US less than two years out of the World Cup 就是他覺得 喂 兩年之後你搞吃一下一杯啊 這件事當然不好看啦 肉酸啦 是不是 那拉拿斯都說到這麼出口了 是不是 如果他理解到 就是如果 假設 Brian你說的觀點是合理的 成立的 可能站在拉拿斯的角度 他都會首先 都是會去 Defend一下 是不是 就是覺得 其實都不是的 主辦方 是吧 是美國 但是你統籌人手那些 就扭扭扭扭扭的 所以才搞這麼難看 可能他都會再加多一句 但是他自己也不是這樣看的 就是我相信 阿拉拿斯 他自己 就是作為美國足球來說 都算是一個代表人物 就是 越功冠越能界 都一個代表人物 他都沒有說 要這樣去幫美國去說好說話的 就是他覺得這樣已經是 好 影響到美國的那個 那樣的形象在那裡 那就是 他當然 他也有強調就是說 其實 這個影響到美國的形象 這個當然也跟南美足也有關 這樣 就是 兩方面 都應該都要想一下 就是說 OK 無論是搞這個賽事本身 還是 可能你兩年之後 搞世界盃的時候 你美國自己 都可能都要 認真檢討一下 怎樣做好 這些方面的配套 好了 還有一件事過癮的 是 我想今集如果大家又看 看足球賽 或者看了大部分美洲國家盃的賽事的話 你會發現每場球基本上都會拍到 南美洲足協的主席 杜明基斯在那裡 阿里山道杜明基斯 大概長長有份 除非 分組賽第三輪搭了時間那些 那他就只可以二選一 否則的話 基本上那個鏡頭 開播十多分鐘已經拍到他了 好了 但你就會發現 是他而已 中邦美洲說足協主席去哪裡呢 加多一句 就是 以後你預計了大型的足球賽事 如果美洲搞的話 就 你不能跳過美國 就是 現在你流行大型的討人文 都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搞的 就是國際足協主席 全世界一杯都是這樣做 那你 如果以美洲來說 如果是以球場的配套 交通 各樣的東西 都一定是美國先走的 所以 這件事 你可以說 沒錯 南美足協又真是 相當之有責任的 但是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美國身上的話 都真的不好看 那我覺得美國多少都要想想 有些什麼的 就是主辦方那邊 都要想想 有什麼辦法 就是去 調節好這些東西去 是啊 譬如現在大家看到球場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外圍在一個停車場 嗯 那 因為我們 我不知道Tommy有沒有 Tommy應該也有的 就是出國外的經驗 是 我跟阿總編也有 至少世界杯我們也去過 有 雖然不同國家 但是 一般的做法就是 就是 我當有些 好像 有個 球場外圍 有個這麼大片的空地 就是 空地也好 或者是 用來做停車場也好 那 因為 你有 有門票的話 你就可以在停車場之前的那個關卡 告訴別人 我有票 蘇菲進停車場 你才可以拿到這個泊車券 或者就是你蘇菲才可以進入這個範圍 但是為什麼會有些沒有票的球迷就供進來呢 好了 這個第一件事 那是不是在這個流程上面 可以安排得再妥當一點呢 他們 就是 美國那邊的資料 就是 在Defractic去訪問的時候 就是 美國聯邦政府那邊 就是 這個資料是這麼說的 In this situation Can Mabel 即是說南美洲 was subject to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Hard Rock Stadium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ual responsibilities established for security operations 就已經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是全規南美洲那方的 那個說法和Brian 你說的那件事都是很一致的 是 那 但是 大家要想想 就是說 你 美國 如果有心真的想搞好這個比賽的話 整件事的發生 你不只是南美足協和中北美洲足協去協調的嘛 那你在場的那些警衛啊 那些 你都要調動到賣眼尾那邊當地的那些警察的嘛 其實 左球場裡面的義工 是啊 是啊 那當然你事後檢討回來 就 有些事情你當然 南美足協有 就是逃脫不利的責任啦 但是你 在場如果你遇上有一堆人 他們是買不到票 而 進不了場 但是他們嘗試要衝進場 是不是 那 那邊可能就要 可能根據今次的狀況 那之後要再想想 我在警隊區話的那些人手 又或者是在球場方面的一些防護措施 包括有沒有一些 不停的路面被捐進去 有什麼保安的漏洞 我覺得整是要緊抓一點 Arnold il huh 真的 刷肩而過 刷芭 avis 希望保安漏洞是什麼 女友 剩下了 美帝真的 好啦 那不如我們引伺下一個話題吧 因為這一節就可能有幾個話題 為什麼光聯比亞球迷一湧而上 或者這麼活躍 或者可能情緒突然間份外高漲 當然就是跟當日決賽半場表演嘉賓有很大的關係 Sakira 即是夏其拉 即是碧姬的鬥賽 不要形容都這麼壞 前妻 對 前度 你說這些東西突然又這麼… 我剛剪而已 我對這些東西沒有反應的 反應的 你對Sakira也是沒有特別反應的 我對Sakira沒有興趣的 我說他做人處世 其實我對他做人處世也沒有興趣 Sakira大家都知道 就是… 潰席人口 他當然潰席人口 但是他最近有一件事真的被人罵 是嗎?我又沒有檢查這麼仔細 HALFTIME SHOW 對 只想說這些 話說阿金廷對高人比亞 但是踢到中場一半 是 那就延長了一個中場的休息時間 是的 就搞一個HALFTIME SHOW 就找了Sakira下來唱歌表演 嗯 老實說 足球又再加這個歌舞 是嗎? 有少林功夫 又有少林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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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很飽滿 哪個話要給周星馳 就你了 我扔樽那個而已 是嗎? 是 Sakira呢 下來唱歌 其實本身應該都不是什麼問題 在賽前或是賽後做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在中場呢? 想訪校 你知道 想訪校 最大運動 是呀 首先 Super Bowl Half Time Show 是全世界商業價值最高的其中一個表演項目 嗯 所以每年Super Bowl 你不看Super Bowl 你會看Half Time Show 是呀 是不是? 譬如Super Bowl最經典的Half Time Show 是哪一場 MJ 有一年 很多年前 MJ肯定是最厲害的 是不是? 近這幾年我喜歡看的Half Time Show 是哪個好看的? 我喜歡Buno Mars 嗯 又或者是Cold Play 是呀 那你想一下 這個是一個Entertainment Show 因為就 你全美的那個轉播率 那個Coverage很大的 是 然後然後呢 你一個這麼大的Show 然後全場有幾萬人看的 是不是? 嗯 那你廣告商或者電視台 就會想盡辦法 怎樣去 舔盡它 舔盡這些空間 是不是? 所以它的商業價值超大 是啊 所以呢 當日呢 其實那個討論的熱度 都很大 嗯 但是你就知道 一定就是 嗯 另一邊 就會有另一種說法 就是那些職球員 就會說 哇你突然間臨時 因為其實是比較闖處的決定 真的不是說 一早拍子 起碼是決賽周前都不會知道 喂 突然間要延長 那十多分鐘 喂 那那些職球員怎樣 或者 或者 其他 我當是其他的 周分 其他的比賽 看到會不會增傷他的效法呢 這個就是第一句話 不是啊 我正在想到2026世界盃會不會仿效 對 如果是這樣 喂 喂 都不排斥的那些人 是不是 Shakira在這裏再歌再舞 有少林功夫 很厲害 對不對 那 真是領到下 不如2026世界盃 假設是英格蘭對阿根廷 是不是 Half Time Show 就找回Taylor Smith表演 哇 哇 神經病 是不是 老正那些 不太看球的那些 港女的 全班人都湧起來 Taylor Smith 是不是 很開心 如果中國進入世界盃 那請誰 成龍 Jeky Chan 成龍 成龍 我想我們三位都知道 成龍 成龍 那是唱歌的 他跟台灣妹之前有合唱的那個叫什麼名字 挺好聽 我只記得一位台灣妹叫什麼名字 歌名就忘記了 八 我就說台灣妹 我就說吧 不要距離它這麽遠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 足球作為一個足球的 我沒有講球迷 我講低層次的觀眾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想過 你說踢踢一下中場就做這種表演 是不是 你做一下下日底知道什麼給陳恩堅 餵完湯 養一面 太陽那麼溫暖 太陽真的要 足球 你不是其他運動項目的足球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慘嗎 是 很出人意表 我覺得是很尷尬 你說中場休息最多15分鐘 六個杯麵再加多個尿 差不多 但突然間就做個陳恩堅出來唱歌 又做個成龍 那不怎樣 平心而論 當日那些舞台的工作人員 其實是很有效率的 他們出出入入 或者搬個舞台出來 或者搬走 他真的很快 速度 雖然我記得當日電視轉播 我有做過一場聲音導航 當日電視轉播其實是沒有 去到廣告 沒辦法 去到廣告 大家看不到那個表演 但其實有一幕搬走 那個舞台是拍得出來的 所以效率是高的 他們也有下過苦工 也有知道 可能15分鐘 趕不及 都盡量 其實本身我沒有記錯 好像不止10分鐘 還想可能再延長多一點 但這個時間不重要 總之 時間不重要 現在英超也有Half Time Show 我想說 你英超就算球場內 你中場是有些表演的 你去水晶宮的主場 有些啦啦隊 有些大長腿的姐姐表演的 沒有問題的 你不會因為 整個大長腿的姐姐出來表演 你延長了一個中場的時間 是不是 但如果你說不是 現在因為有Sakira在那裡 所以你們兩邊 休息多10分鐘才出來 感覺很不同 所謂時間不同 就是延長了時間 就是10分鐘20分鐘 因為本身 不知道可能再延長多一點 其實那個半場 當然傾向大家都會覺得 一直以來都是15分鐘 15分鐘 25分鐘當然是不同 但是我現在說的 可能是25分鐘 30分鐘 是很不同 其實我想問一下 現在這樣延長 就是外界的反應 普遍是有什麼反應呢 就是覺得多鬼魚 大部分都說覺得多鬼魚 多鬼魚 是球迷的角度覺得多鬼魚 還是其他的 球迷的角度覺得多鬼魚 你社交媒體的反向大 暫時還不是很受歡迎 就是因為 因為 因為 沒錯 在美國的土地上 搞得American Sport 就預計了 中場一定有人走出來 去衛員堡養陰院 但是 你看看American Sport的人 他們那種節奏 和他們那種生活 是很不同的 試想像一下 你30分鐘 Calvin Tree說 有一種莊癇不分的感覺 是 就是如果 你說 好吧 我們中場就請Taylor Swift來表演 那你會發現 那究竟這群港女 現在走來看美洲杯 是或者想聽阿維的聲音導航 想看一場球 還是關心Taylor Swift呢 都很明顯是後者 但是如果 因為Taylor Swift吸引到一些人 去聽阿房中維的足球頻道 那當然更加好 你令我想起一些很似身主地的事情 那即是怎樣呢 上年的五月份大家都知道 是 那到底大家是想來看 進鋒對香港U23 還是來看樂天女孩 還是來看小弟做秀呢 都可以不矛盾的 但是你想想先決條件 是發生在哪一樣東西 那如果有樂天女孩 但有了房中維 就更好了 你試一下反過來的次序 有房中維 之後又有樂天女孩 就更好了 那感覺是有不同的 那次序擺不同了 雖然我和你做了這麼多年的拍檔 我都很喜歡聽你的聲音導航 但是 你明白嗎 妝和閒的次序 出現的先後 是真的有不同的 那你就說 整粗港女孩走過來聽 是吧 走過來聽Taylor Swift 或者是 整班 整班獨卵來 在那裡看這個 樂天女孩 但是大家的感覺都是覺得 那關注長波的人 到底有多少呢 當然啦 就說因為這些東西 而令到多了人留意長波本身 應該是好事 好事 但是呢 你都要顧及到 那一大班 最Mask的球迷 Mask audience 即是球迷 你要顧及他們的感受 心球迷 是啊 我就是來看球賽而已 你不要有衛元港養音院 你又不要有Taylor Swift 你又不要有樂天女孩有性 麻煩 這15分鐘你快點完 我要趕著看下半場 為什麼我剛才問外界的反應 因為 說真的 其實那些足腫啊 足協啊 其實如果真的 真的一心為核心的球迷的話 現在的足球 足球比賽 就不會演變成這樣 我是真的會怕 真的這個商業因素的原因 令到這件事常態化 嗯 習慣性自然了 他就是想你習慣性自然 是 其實他硬這樣 他會有他的 自圓其算的方法 那就要被迫我們接受 但是我們看足球的純粹性 就會破滅了 是的 現在很多 賽制或者很多 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是正正 好像剛才Tommy這樣說 將我們看足球的初心 和那個感覺 完全幻滅了 變了質 嗯 本來都可以不矛盾 可以試一下不矛盾的 就是例如你 但是你要想回頭 就是觀眾的那個 那個觀感 他們是怎樣去建立 和形成的 就是 我可能我看了NBA 看了各類的 我習慣了中場 是會有六天女孩來表演的 那 沒有什麼所謂的 是吧 但是 足球 英式足球 如果加入了這些 是不是會變了味呢 是吧 又或者如果這樣說 美式運動有時間到的 那不如英式足球也來時間到的 那你就行不行 是不是 就是 你作為老一輩的球迷 是不是 二十多年前你經歷過 九零年世界盃 亞視播世界盃 無線播世界盃 那亞視是可以贏無線的呢 口碑上 不知道是不是總收視 是 無線那時候還很堅持 你去到固定時間 就去廣告了 是不是 亞視就一定是整場球去到足 是不是 那就是我覺得可能你要 首先搞清楚就是說 那觀眾想要什麼的觀感先 那當然我明白到 那你要去廣告 賺錢是很重要的 ISD說 分別就是美洲杯決賽 只是一個球迷的活動 但Super Bowl是全北美 所有人的活動 包括飛球 包括什麼Colplay Buno Mars Taylor Swift 那些粉絲 講到尾都是一個商業大席 是 他是一個 娛樂的 一個大眾的娛樂的活動 就更甚於一個體育運動 是啊 即是 他是已經有這個屬性在那裡 但是你美洲杯的決賽 對很多人來說還不是 那所以 他是想嘗試 或者都真的想看一下 會不會試完 以後搞這些大的足球比賽的決賽 做一些這樣的東西給大家看 可能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可能想試 但可能試完之後出來的效果真的很差 那我講真的 但我可以的 其實如果美洲杯的中場 如果是用Niu Jeans來表演 我是可以的 是的 但這個是一個例外 我不可以解釋所有人都喜歡Niu Jeans 是 是 等於不可以解釋每個人都喜歡Shakira 是嗎 是啊 平等一點 這樣說 其實呢 搬這個課題出來跟大家講 我覺得試是可以 看看你試成怎樣 或者接下來的反應是怎樣 但是今次 我想 大家都是 還沒有很接受的了 總之那個反應 外界一般都不是太好 好了 講到球場了 或者講到這些 比賽裡面的安排 又下一個課題了 是 這屆呢 其實就 固然16對球用的球場呢 其實你會看到跟歐國杯不是差很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去到四強 烏拉圭對著哥倫比亞那一場呢 那個球場 當天的球場 Bank of America Stadium 在夏洛特的這個叫美國銀行球場 你可以說 是整個賽事第一次起用 嗯 好了 只是問大家一句 你何曾見過 去到四強這麼重要的階段 那個球場是第一次 在那屆賽事 上演 比賽 哇 哇 真是 總編第一次用 哇 總編 結果當天發生什麼事 總編 是 是 黃金納尼斯 和看台上的高原比亞球迷大大出手 那件事 當然這個有很久講 好了 我就是想說 搞到比爾沙也吵了整個比賽後的記者會 大家有看比爾沙說話 就是想問一下 這一場這麼重要的賽事 為什麼可以在之前 你為什麼 就是一個球場 為什麼之前要試一下 聽一兩場感受一下 那個比賽氣氛或者那個 到時比賽裡面的人手的安排 為什麼會沒有一兩場去試驗一下 為這四強這麼重要的賽事來做準備呢 一來你就四強 合不合理呢這個安排 連熱身也沒有 我還沒跟你說球迷區分那些現場情況 所以那些人說擔心 去到世界盃的時候會搞到戶是真的 喂 你又不是第一次搞大賽 但是你一搞就搞到這樣 世界盃有FIVA介入 我相信應該會比較好 應該沒有那麼多的場面 還有這次 我還蠻沒面子 我就比較樂觀 我相信應該 起碼這些衝入球場 風吵這些情況應該不會發生了吧 或者門票安排那裡 是啊 另外 球場的範圍內 那草地質素其實也 有目共島 草地質素 我不用多提大家 去比賽畫面看看 另一件事就是 球場範圍和觀眾席的距離太近 嗯 導致到有部分球員 扔不切臂力 扔不切齊 是 在邊界線之前 或者在出底線之前 阻礙廣告板 或者阻礙那些 對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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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做到了 是 這個也是的 我經常都看 入場看廣超的時候 很留意場邊那些 你知道那些記者做的那些 硬燈 Banger 橫身木燈 沒有iPad那些 或者在場邊會不會有些雜物 就是太近的球場裡面 就令到沒有緩衝區 這些其實是 雖然你看到好像很miner的 或者如果你想得不夠周長的話 隨時就出了事 然後出了事 你才會反應 你才會有應對 所以呢 你看到大賽搞成這樣 剛才Tommy說 都很影響到你的觀感 都不知道兩年後 是不是又去看美國世界盃 不是 但是你覺得 就是 以今屆美洲盃 你自己看下去的經驗去看 是啊 其實是擺在美國那裡搞的賣點 又是些什麼呢 反過來問 他 不是 其實他 他很明顯 其實美國自己都想Warm up一下 對不對 但是可惜 就是 現在搞到這樣 還有商業的價值 當然 大家都想 找多點水 這個就是賣點 可能借巴西阿根廷烏拉圭 等等強隊 去襯托一下 是啊 學起那個轉播市場 是啊 那畢竟阿根廷都是 都是 世界盃冠軍 真是世界盃冠軍 還有全隊 對不對 那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兩樣 其實我想說 我看回一些 某些外國記者報道 他們就說 其實在美國 尤其是 好像是 賣物 市內 我不知道現在聽到的聊天室裡面 有沒有一些 就是在 美國 各大 城市居住的朋友們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今屆美洲國家盃 它的熱度 在各個不同的美國城市 尤其是有主辦的城市 尤其是有 今屆有 球場 在座陸 在那個城市的 那些地方 嗯 氣氛是怎樣的呢 因為據外國的記者報道 其實 他們 重視歐國杯 或者是緊張歐國杯的 更多過 嗯 美洲國家盃 嗯 那OK 如果你說本身沒有美國參與就算了 那當然你可以說 美國早就已經出了一個 那所以 就是你就會 嗯 都放屁了 都不看美洲國家盃 就轉去看歐洲國家盃 嗯 但是 整體的大賽氣氛是怎樣 嗯 我覺得真的兩個大賽狀奇是 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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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還有 我也有看很多賽事 我覺得 我覺得是比預期 沒有這麼熱鬧的 我是有一點驚訝 因為始終 美國也有很多 那些南美洲的移民 去那裡 那些南美裔的人 那些人 比預期 靜 嗯 就是比預期靜 但明明其實是拉丁美洲 是啊 對不對 不只是說英文的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是啊 西巴牙華的影響力很強 是啊 西語是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總結整屆的大賽 舉辦的經驗去看 當然都不好看 嗯 很噁心 我是 是肉酸 那 我就工作關係 我不知道 兩年後 我還能不能去 那 應該都未必得了 但是 甚至乎 你說 我比較關心的是比賽之前 嗯 嗯 老實說 其實 其實美國和墨西哥 我不是這麼擔心 我真的擔心加拿大 時間啊 你說時間 什麼時間 舉辦這些大賽 嗯 因為加拿大真的沒有什麼經驗 還有呢 加拿大對足球的重視程度 是 是真的很低 你想想 那些 之前世界杯 連球衣都搞得這麼和 我真是 真是經典 其實他請馬修 我的驚喜 嗯 那 我真的擔心加拿大 真的這件事 那說到加拿大 要讀一下Sunny的留言 Sunny Chan 嗨三位 之前八強呢 加拿大對委內瑞拉 當時他在 Toronto 在多倫多 酒店就說有直播 但是看的人就不多 就算最後十二碼贏了 都沒有什麼人有很興奮的反應 嗯 是啊 嗯 始終 我有問過那邊的家人 嗯 真的重視的人 真的不是那麼多 加拿大人 有沒有一些 就是 就是 加拿大的社會大眾 有沒有對 有哪些的 體育運動是特別熱衷的呢 冰球 就是冰球 但是他們都不會說 因為看到冰球 搞得大家 就是很興奮 很熱 就是很熱 都有的 但是始終你要了解 加拿大是一個 我不想用這個詞 但是也要用 它是一個很 左膠的國家 嗯 是 那些人呢 雖然 加拿大和美國 其實是 很多地方好處 但是那些人 是真的 平和一些 加拿大的人 是與世無爭一些 嗯 是真的 溫馴一些 退休天堂 是啊 就是沒有那麼 就是不會說 那麼有熱情的 因為是那個 那個 國家的人 人口 那個 那個特質問題 文化素養 文化素養 或者文族性等等 是啊 嗯 嗯 好像說 那你去年世界杯 我都 我跟那個朋友 那邊的朋友 加拿大 入了世界杯 你那裡怎麼辦 其實很難得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好似 嗯 我真的有點驚訝 世界杯 是啊 世界杯 金河科是美洲國家杯 我當年很慘 在那裡 那時候沒有 那麼多 網上的直播 都是要靠電視 電視啊 一個星期啊 你知道播多少場英超嗎 播兩場啊 就是那些 獨有時段的 就是星期六早場 或者星期日尾場 星期六早場 他不會有星期日尾場 很慘 就是星期六的早尾場 很慘 但是二甲他就播得多 因為有意大利台 所以我看了很多二甲 這麼有趣 歐聯播足 ESPN 因為 英超 不是 巴格也有看的 因為有巴西台 所以那段時間 經常看這些 那時候我是直播 看羅馬 拿冠軍 我還是教鬧鐘 早上 他對八二馬 三比一 我記得之後 加拿大時間有八點 我教鬧鐘看的 看這些就爽 但是英超 真的沒得看 那時候 還沒有給錢 全部都免費值 其實應該是可以給錢看 但是 他連那個渠道也沒有 很奇怪 我在加拿大那時候沒有 是啊 大家可以想像到 就是說其實 因為現在的大型賽事 主辦的那個成本 比以前是大了 所以他就迫著一定要是 將一些比賽 打勻在幾個不同的國家 大家一起合辦 但是大家要預算 就是說 其實有些地方 有些安排 未必那麼盡善盡美 例如你去加拿大看球 這件事 就是 加拿大 大家想到的就是 豐葉 豐葉 還有豐葉 還有悶 那一定是悶的 可能 你如果本著 退一個心態 在那邊過一整天 是很舒服的 嗯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 加拿大和足球有什麼 雖然我們會說 加拿大踢世界盃 是 但是那個 那種很少 很少 就是和世界盃 和足球 不是 還有那個足球文化 興不興旺呢 你看那個地方 多麼多人踢球 那裡沒有人踢球的 那裡 嗯 就是我和他的同學 踢球 哈哈 你的同學 總之是華人同學 什麼都有的 華人和南美佬 那些 很少 很少多地人 他多數打籃球 是在做其他運動 是 加上 其實 你基本上 11月尾 至4月尾 都是有雪的 更加踢不到 是啊 他沒有什麼室內的足球場 其實沒有什麼 所以 加拿大能夠組織起來 就是 講一下 兩年前的世界盃 是 組織起來 就是 有一班所謂的 叫做龜化兵 這樣去看世界盃 決賽州 已經多了 那 看看這段留言 SUNTY TRAN 另外因為美國的小組出了局 本來已經沒有什麼熱度 這屆美洲杯 就顯得更低 回到 Semi Final 加拿大對阿根廷 嗯 人呢 他人在曼哈頓 地鐵站 就很多 Hispanic球迷 穿著亞洲的球衣 準備去NJ看球 New Jersey New Jersey看球 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有票 但其他美國人 真的沒有什麼反應 我那天也有穿亞洲的球衣 但我的同事 反而更加關心同一日 西班牙對法國 所以如果說熱度的話 你想想 在美國搞美洲杯 但是人們都更關心 歐國杯 也多過美洲杯 大家可想而知 即是撞了 撞到板板聲 是啊 是啊 即是有沒有辦法 之後都協調一下 時間不要撞到那麼硬 是不是 另外 Jason Lee說 其實加拿大氣氛 都好很多 多倫多多一些新內場 這樣 補充一下 因為Tommy 在加拿大的年代 畢竟都很久遠 那我都幾年沒有回去 可能已經幾年 變化很多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 不過至於總編說 協調 賽程協調那件事 好了 不如這一節說完最後這個話題 就是剛才我已經帶出了一個隱言 就是 合併一起去舉辦 那怎麼搞 現在就 始終我一個完美的方案 美洲金杯 兩年一次 其實已經是很雞肋 變了 你知道 我又說那句 在香港 我想除了看東西 會說美洲金杯 哪個台會有說 有啊 防中圍的足球頻道 你做聲音導行 你有做美洲杯 我們都沒有做 全香港獨家是你的 但我說美洲金杯 哦 美洲金杯 你會開的 美洲金杯我都會開的 你會開的 我的意思就是 你有開聲音導行 我們沒有開 所以我們給不上你 就是 等等 我講美洲金杯 你說美洲國家杯 有開聲音導行 美洲金杯你都會開的 你不開嗎 我明年都會開的 那就是啊 我當你回答了 你試試你不開 你試試你不開 你一定開的 你怎麼會不開 我又開不了 他好像傳說 邀請巴西一起踢 是啊 但不要說一些 言歸正傳 你不要不開 我講 但起碼我們人會在看電話裡說 美洲金杯 是 但其實說真的 兩年一度 加上 尤其一些大國 譬如美國 本身對於美洲金杯的取態 積極性都不高 都是派賦選的 今屆其實 我補充個資料 今屆入選的 大國名單 即美國的入選名單 其實只有兩個 是有份踢上年的美洲金杯 即是說 上年其實你可以 你以為 即是上年 美國是什麼成績 你都可以扔到一旁 不是很準的 那反而 當然 逐對逐對計 譬如墨西哥比較有誠意 但是說的是 喂 不只是說大國 你充斥著那些 危地馬拉 其實不差 所以我不會說危地馬拉 很多拉斯海地 海地 海地有份 在南門少少 馬提尼克 都不是FIFA的Member 等等 馬提尼克 又不是FIFA的Member 這些應該要去做 馬提尼克在哪個位置 那些賭國呢 那些應該不是那些 Condive 世界杯裡面才有的嗎 那些 是啊 美洲金杯他都合資格參加 哦 他是沒有國籍祝業的真正會籍而已 是啊 或者就是 聖基茨喔 李維斯這些 我經常都說的 聖基茨那些 那些呢 去到美洲金杯被人解僱的 那 那個意義不大 或者那個 可觀性不高 那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喂 不介意啊 就跟南美洲一起搞 我有錢又出起場地 那你們就過來踢咯 好了 但是 蔡基怎麼搞呢 現在蔡基茨已經這麼密集了 你美洲金杯兩年一次 那美洲國家杯你又說要這樣合併 怎麼可以折下去呢 那所以呢 有個切衝的方案就是 會不會是 四年才搞一次這些所謂合併的美洲國家杯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案 這個很難 你說你要這樣合併法這個也很難 因為 其實你 那好啦 你說如果要這樣合併的話 其實因為雙方的差距又大 是 雙方實力的差距又大 那你最多就是 維持回現有的 那個狀況 就是你邀請 南美球隊外卡的形式 參加美洲金杯 又或者是 南美足總邀請 就是 中北美洲這邊一兩隊球隊 以外卡的形式去參加這個美洲杯 就是 現在唯有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不可能 因為他們本身的那個程度太 但是相差太遠的時候 其實可能 大家會覺得很難有競爭性 那如果你說我想模仿亞洲杯 我意思是亞洲冠軍球會杯 就是你有分西亞和東亞 那倒不如把兩邊的杯出來搞 那還實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都很難合併 我覺得很難 但錢固然重要 但是你說賽程那些 就是 總之是一個雙人劍 這個議題 還有一段時間可以 他們 總可以細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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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這一節 我想都說了很多東西 給大家去思考一下 是的 我們就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第二節開始 正式講回顧 講回顧AB組 稍後回來見